哇那在這次的冠軍戰當中 日本隊真的表現得非常好喔 他們首先靠著村上聰龍 還有鋼本和征的開轟 接著他們的投手合力守城 最後再派出大谷祥平關門 中場的日本是以3比2給打敗了美國 那大谷祥平也在此次戰役中奪下了MVP 大谷祥平最終在冠軍戰頭打二刀流 9局上登板 1局無失分 最後三陣美國隊長楚奧特 奪下此屆經典賽MVP 日本也睽違14年奪下了對史上第三座的經典賽冠軍 哇我看我們現在網友們很熱力的在討論 剛剛的這一場冠軍賽 像皮卡皮卡他就說這個 頭打俱佳名副其池的MVP 他也說看著這個打筆修掉一分的時候 心臟都快挺了 沒錯我那時候心臟也覺得天啊太緊張了吧 對那另外呢其實像Aden他也說 今天他真的很值得振奮 然後也覺得說美國也很棒 對我也覺得兩個兩國都很棒 其實兩邊都算是卯足了權力 我覺得很像那種神仙打架的感覺 對而且我覺得還有看到有個網友 他有說覺得這好像是這個漫畫裡面的情節 因為裡面真的是你不打到最後一刻 真的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也很多網友說哇真的是完美的一個神話感覺 那其實這一場美日大戰當中啊 全世界人最想看的一幕就是這個天使內戰了 看到大谷祥平對上神尊褲奧特的部分 終於在九局的時候如願讓我們看到了 而且是對決到兩好三壞滿球術耶 真的是太緊張了 那最後呢大谷呢是以滑球來定勝負 讓褲奧特揮棒落空 大谷祥平九局登板雖然投出寶宋 但隨後製造雙殺解圍 緊接著面對褲奧特球數飆到100英里 兩好兩壞時再飆102英里 相當於164公里火球追平生涯對數 在滿球數對決的狀況之下 大谷祥平再踐三陣拿到救援成功 好那現在在我們的YT聊天室呢也開啟一個投票喔 大家呢可以幫我們來進來投票喔 那題目呢就是經典賽冠軍出爐 哪一幕讓你最印象深刻 那麼第一個呢就是大谷祥平的再見三陣 那第二個呢就是江白虎漏財壘出局 那第三個呢就是張育成的滿冠權雷打 那第四個呢是其他喔 因為這一次呢經典賽真的還有蠻多這個精彩的畫面 對也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們多做分享 那我自己當然是投資一個張育成的滿冠權雷打 中華隊 對太精彩了 好那我們剛剛其實說到這個古尊對決嘛 我們看的人覺得非常緊張對不對 跟大家說其實啊大谷祥平剛剛在比賽之後呢 接受訪問時也說其實連他自己也很緊張 大谷祥平回想起最後對決楚奧特時 他直言說他真的很開心以為自己在做夢 那他也說最後是真的很緊張 但是很開心他贏球了 這是最好的結果 而隨著經典賽落幕 與日本隊友一起打拼也將成為回憶 大谷說他有點難過 因為這一切都結束了 每個人會回到各自的球隊 那這一次呢大谷祥平有率領日本隊奪下了冠軍 那他在賽後呢也接受日本電視台的採訪 他在採訪中呢還有提及到了台灣喔 他說呢這個冠軍呢不只是為了日本 而是為了讓更多國家都能夠喜歡棒球 賽後日本電視台問起大谷祥平這一座經典賽冠軍 讓日本棒球隊更受矚目 而大谷祥平說 我覺得不只是日本還有韓國台灣中國其他國家 希望這座冠軍可以讓他們更喜愛棒球一點 我真的很開心以為我在做夢 大谷祥平回想起最後對決楚奧特他直言 最後我真的很緊張但我很開心我贏了 很高興這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那其實啊在這一戰的比賽之前啊 大谷祥平跟楚奧特分別呢代表日本和美國掌棋 而且在比賽前他們還先禮後兵喔 兩個呢是相擁然後合照 那粉絲們呢看到這個畫面也是相當的興奮 大谷祥平一個月前受訪時提到 最想對決到的就是天使隊的楚奧特 因為兩人同隊沒有機會可以對到 很期待在這次的經典賽交手 而楚奧特呢同樣期待兩人對決 他甚至表示大谷祥平完全沒有弱點 不知道能給美國隊什麼建議 而今天大谷祥平和楚奧特賽前分別代表 日本美國掌棋率隊進場 兩人賽前相見歡 大谷祥平呢還上前給予他大大的擁抱 露出菜爛的笑容 那大谷祥平呢在這一次表現裡面真的是非常的好喔 不過呢也有人發現他好像真的很忙耶 在此次戰役中呢他在5G後拎著手套到牛棚待命 不過呢他立刻又回到休息區裡面 其中呢七局上場打擊 他又奮力的奮力的跑出了內野安打 在8局結束之後呢日本領先1分 他又接著準備上場 大谷祥平今天先發第三棒指定打擊 他在5G敲出滾地球出局後拎著手套和水壺 走到外野的牛棚區 在板凳待命準備 不過6局下日本隊持續有攻勢 眼看又要輪到自己打擊 大谷祥平再度從牛棚跑回休息區 大概半局沒有上場他又回到外野牛棚 而大谷祥平回到牛棚練頭沒有多久 七局下回到了休息區準備打擊 他擊出了內野安打 根據大聯盟記者指出 大谷祥平這一球擊球者出速達到114英里 相當於183.5公里 而且到一壘他只花了4.16秒 那在比賽之前啊大谷祥平有對著隊友精神喊話 他說希望大家可以暫時停止對美國隊的敬佩還有仰慕 他說來到這邊就是為了要戰勝他們的衝霸 用這個熱血喊話來激勵隊友 賽前圍圈圈激勵隊友大谷祥平直言 只有一件事情想要傳達就是不要仰慕對手 他表示美國隊內野有高德史密特 外野有楚奧特還有貝茲 只要打棒球都知道他們是誰 但今天如果用崇拜的眼神看著他們的話 就無法戰勝他們 大谷祥平說今天來到這 是為了戰勝他們 那是為了戰上世界頂點 就這一天我們不要去仰慕對手 向著贏球就好衝啊 那看到隊友三振楚奧特的當下 大谷祥平罕見的展現了激動情緒 高舉右手正必吶喊 好那這一次戰役中表現非常好的大谷祥平喔 他其實呢在自己17歲的時候 就幫自己未來設立好了非常完整的藍圖喔 17歲很年輕耶 沒錯喔 那我們畫面中看到這張照片喔 其實就是他當年用手寫下他自己的野球人生 那我們這邊呢幫大家翻譯翻譯他有哪些超狂的目標吧 他在17歲的時候呢就預期自己18歲的時候可以挑戰大聯盟 因此呢他19歲的時候要專攻英文啦 因為大聯盟嘛英文一定要好的 那他希望20歲的時候能夠升上大聯盟 年薪目標呢是15億日元 不過呢這個他沒有達成了 因為計畫趕不上變化 那最後呢是在2018年也就是24歲的時候 來入加盟的這個天使隊 然後再來呢他也是希望自己24歲的時候呢 可以投出一場無安打比賽 那25歲的時候能夠投出一個就是最快的球速 175公里 那雖然這個呢他目前沒有達成啊 不過他現在最快的紀錄呢有164公里喔 其實也非常的厲害 沒錯那他還希望自己在26歲的時候可以拿下世界冠軍 而且還有結婚 那其實結婚生子一直都是在他的人生藍圖裡面 那雖然呢這個目標呢也沒有達成喔 不過呢他現在自己27歲的時候呢 有拿下了2021年美聯的年度MVP 而且今年呢也就是29歲的時候 他不僅代表日本隊參加金點賽還拿下了MVP 也就是此時此刻在今天上午才剛剛發生熱騰騰的事情 那剛剛有講到他其實一直都就是有把結婚生子 放在他自己的人生藍圖裡面嘛 所以他希望自己28歲的時候生兒子還有31歲的時候能夠生女兒 他希望自己可以生一男一女啊 可能想湊個好處之類的 好那他也希望呢自己的小孩未來也可以打棒球喔 所以他希望他在他37歲的時候 他的長子呢能夠開始打棒球 那他預計自己38歲的時候呢可能狀況會不如從前打算退休 但是呢39歲的時候又要再拼一年明年再退休吧 很像漫畫情節喔 然後他希望自己40歲的時候呢在生涯最後一站投出無安打比賽 那他預計自己呢是希望可以57歲正式退休 那之後呢就要回到家鄉來擔任這個少棒的總教練 那60歲的時候呢希望可以到夏威夷來度假 他真的把自己的人生就是每一歲啊都安排得非常的仔細耶 沒錯我覺得他現在之所以可以有這麼好的表現呢 因為就是他在自己很年少的時候就設立好相當完整的目標 並且朝這個目標持續前進 真的喔 那今天呢還有獲得了MVP這邊真的非常的恭喜他 是真的非常恭喜大谷翔平 真的那其實在這次日本隊當中呢除了大谷翔平表現得非常好之外 還有另外一位選手就是村上中榮 他也展現了三冠王的價值 在今天的冠軍戰喔 與二局集出了特大號的拳雷打 而且直接上到了二壘看台 村上中榮昨天再見安打率對九局驚奇逆轉挺進了冠軍賽 今天再度挺身而出二局從凱莉集出特大號全雷打 直接上到二壘看台 而這也是村上聰龍的大會守轟 集球的出速115.1英里相當於185.2公里為本場最快 而這一轟也是本場目前集球出速最高的一球 好對於這個大谷安排自己的人生計畫呢 網友們呢非常有感喔 像是Cony他就說長子的人生也先安排了 對沒錯 還安排好自己孩子的一個未來 那另外呢有一個網友愛惜他說 反觀他自己的人生 28歲還房貸60歲還完房貸 這可能是大部分人的現實啦 對對對非常真實的人生 我們人生跟大谷非常的不一樣喔 對那沒有關係喔 雖然在棒球這方面 我們已經來不及了 但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每一件事情 也是不錯的啦 好那從日本隊呢 我們進來看另外一方面 就是美國隊的地方 那在美國隊的透納 他在今年的冠軍賽呢 二局這個手打系又開轟 已經呢是本屆累積的五發全雷打 追平了韓國名將李晨夜所保持的大會紀錄 今年賽冠軍戰 美國隊跟日本隊精彩的表現 讓球迷們都印象深刻 其中美國隊的T.Tona在冠軍戰中 二局手打席又打出全雷打 連三戰開轟的他 本屆已經累積了五發全雷打 追平了韓國名將李晨夜 在2006年創下的大會紀錄 而Tona這次經典賽的第一支全雷打 是在預賽狙擊加拿大 進入八強戰後他火力全開 對委內瑞拉時在八局轟出 逆轉滿貫全雷打 而四強賽對上古巴二局下轟出陽春炮 跨場連兩打席開轟 六局下又再開轟 單場雙響炮讓美國隊總教練自嘗 是哪個掰斥把他排在第九棒 到了冠軍賽 Tona被往前排到第六棒 但他的棒子已然發燙 這一轟打破美國隊單界最多轟紀錄 精湛的表現讓球迷們看了都非常興奮 此外Tona目前也累積了11分打點 是美國隊史第二多